嗨大家好我是盖碧珍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我自己从股市入门初学者的一个心态 梳理的一个知识点 而这个知识点其实对我们股票投资还是蛮重要的 我们会常用 那我们先来看看 就是当我们在选股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三种可能性 一种就是说 这个股票是我朋友告诉我的 它消息准我们买它没错 或者是说这个股票便宜 那哪怕我买的跌了也没关系 第三种就是这个股票贵 贵有贵的道理 我们就买它吧 那其实呢不管是哪一种 我们发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 它的真实的value真实的价值 没有被到被我们的valuated 就是评估出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一个 股市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概念 一个参数 这叫PE ratio 中文呢叫市盈率 好我们看看呢 今天我们真的是简单的把这个市盈率的核算 我们把它搞清楚好不好 好 那我们说在核算同行里面两家公司 好我们要比同一个产品两家公司谁的是盈率 好我们核算之前要知道这两家公司它的三个基本信息 好那我们这边来直接举个例子吧 好我们说A工厂和B工厂 那我们呢要知道这AB工厂他们的三个信息 第一个信息是他们的这个total earnings 就是这两家公厂它的全联总收益 A工厂全联总收益呢 我们可以记录一下 是这个是A工厂这边的话呢 我们说就是10万吧 好那B工厂的全联总收益是1万 好那第二个信息我们要知道是 它的一个总发行的这个股票数量 叫Outstanding shares我们说A工厂呢 总发行的这个这个股票的数量呢 我们说是5万 好然后呢B工厂呢 它的总发行数量是1万 好那第三个我们要知道他们的股票价格了 A工厂呢 它这个股票价格是60欧 B工厂呢是10欧 我们先不忙做决定哈 到底哪家工厂是盈利更好 好这样停下来之后 我们先要算一个参数叫EPRS EPS呢英文呢叫Earning Per Share 好那中文的意思呢就是美股的一个价值 我们先来看看A工厂它的EPS是多少 那很好算 我们呢就拿这个A工厂 它的Total Earning总收益 除以它的这个发行的股票的数量 刚刚我们回忆一下A工厂的它的总收益呢 我们说的是不是10万 而它发行的股票数量是5万 那10万除以5万是不是就是它的每一股的价值 EPS是不是2块 好那我们再看B工厂 B工厂呢它的这个Total Earning总收益呢是1万 而它发行的股票数呢也是1万 1万除以1万是不是1 它的EPS是1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算它的这个两家工厂的一个适应率了 怎么算呢 我们呢就是呢 这个整个这个A工厂它的股票的价格来除以它的整体的这个 就是说刚刚出的我们知道EPS美股的价值 A工厂股票的价格是60块对吧 60除以EPS2那是不是30 那证明A工厂它的股票呢是以30倍的价格在市场上交易的 好那B工厂呢我们看哈 它的这个股票价格是10 10块对吧 算出来的它的这个EPS呢 美股价值呢 是不是刚刚算是1块 好10除以1是不是也是10 那证明B工厂呢 它的这个股票呢是以市场上10% 就10倍的方式来做交易的 那这样听起来哈 那B工厂它的这个就是说PE Ratio要比A工厂要低 好也许我们要多多关注这个B工厂 那当然的话呢 我们要评估这家公司哈 它的一个价值除了这个PE Ratio之外 还有其他参数 好那今天我们呢就是先把PE Ratio给讲好 好那当然的话呢就最后的话给大家呢再预告一下 现在的话呢我们4月1号就会有一个这样子全年的 这个股票投资的一个导师课程 那这个导师本身的话呢有35年的投资经验 也是被荷兰这个最全 就是被评为荷兰最权威的一个投资专家 好那这边的话它会带着我们所有学员通过一年的时间 实战理论学习 还有和导师直接的交流 让我们呢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健系统的环境里面去学习 同时的话呢让自己的资产能够相对的稳健的一个增长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随时和我联系 好的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OK好祝大家晚安